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很多人一个小笨人则乱大谋 有的时候你看到了眼前的任何事情 还没有发生原则性的变化 实质性的变化 只是外表的烦恼让你想到了我想要去改变它 我想要去让它变化 那么实际上你真正的变化还没有 那么这就是我们人的心态的转变 有的时候就是一时的冲动后悔莫及 有的人知道自己今天的冲动会坐牢 会打官司 但是他还是这么冲动的去做了 这就是说明这个人根本不够控制自己的能力 师父在这里要告诉你们一个小故事 跟这个师父说的有关系的 有一天有一个小和尚 挑着水桶 好不容易打了满满满的一桶水 刚刚走了没多少步 一颗石头一滑 整个滑倒 自己摔了一跤 还被吓了一大跳 辛辛苦苦 从大老远 好不容易打上来的水 全部撒光了 一时他非常的愤怒 用脚踢这些石头 而且心里嘴巴里还在骂 都是你们不好 这时候脚一踢 不但人滑倒了 连水桶都摔破了 事后呢 他就去问自己的禅师 他的师父就跟他说 孩子啊 你先坐下 我和你讲个故事好吗 你听师父跟你讲一个故事 来平息一下你的情绪 冷静一下 否则你做什么事情 都做不好的 这个小和尚就说了 那师父你告诉我吧 这个禅师呢 就开始说 曾经呢 有一只骆驼 在沙漠当中行走着 正好在太阳 像一个大火球的正午 晒得他又渴又饥 就是又嘴巴干又饥饿 在焦急万分的时候 他一肚子的火 不知道往哪里发才好 正在这时 没想到一块碎玻璃片 把他的脚掌给弄破了一点点 比较痛 但是呢还没出血 这个时候呢 这个骆驼呢 又饿又疲惫 累得不得了的骆驼 火冒三丈 他抬起脚啊 狠狠地将碎片呢 踢了出去 却不小心呢 把他原来的伤口啊 撕裂开来了 伤口加深 鲜红的血 从骆驼的脚底流了出来 染红了沙子 这还没完呢 生气的骆驼 只能一拐一拐地往前走着 走出的血印子 引来了在天空飞行的秃鹰 大家知道那些天上的秃鹰啊 就是闻到血迹啊 他们就会飞过来的 骆驼被吓得往沙漠边缘狂奔 想躲开它 疲惫再加上流血过多 无力的骆驼仓皇当中 没想到又跑到了一处 食人的 这个他们的巢穴当中 这食人 也就是吃人的蚂蚁啊 很大的 他们那些食人一闻到鲜血啊 那些黑压压的就像骆驼扑过来 不一会儿可怜的骆驼就鲜血淋淋的 倒在了地上 被这么几万只鲜血淋的蚂蚁啊 蚂蚁的义啊 就是啃了 啃光了 禅师讲到这里对小和尚说 孩子啊 你知道 骆驼在临死前 他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这时候 这时候小和尚终于明白过来说 师父 骆驼最后悔的事 不应该跟一块小小的玻璃碎片生气啊 我们学佛人 从这个故事当中就要懂得 遇到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平息自己的情绪 冷静一下 再对待这件事情 就像师父经常跟你们讲的 自己心中有结的时候 你先放一下 先不要去碰它 不要去过去 先放在边上 否则你会造成让自己后悔莫及的事情 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一样 遇到不开心的事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抱跳 我们很多人失去了理智和冷静 这样会影响你的心胸啊 所以学佛人心胸坦荡 善待生命 善待他人 你才能善待自己啊 成就人生的大事 那需要有超长的承受力 一个能够成功的人 他是有超过常人的那种承受力和忍耐力 你去看任何一个成功的人 他一定有忍耐力的 这样我们学佛人 每一天的念经 吃素 学佛 救度众生 不就是靠着我们的忍耐力吗 当我们有一天 进入了西方极乐世界 当我们进入了心灵净土的时候 别人羡慕啊 这个时候你真正的享受到天界的那种快乐的时候 那就是靠我们现在一步一步 这么踏踏实实的忍耐走过的 所以走向成功 要学会克服困难 喜怒哀乐 只是我们人之常情啊 很正常的 为什么有的人碰到事情就会怒发冲冠呢 有的时候就是暴风骤雨啊 而有的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总能和颜悦色 春风化雨呢 这就是内心的平衡点 掌握的好与不好 遇到不愉快的事情 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调整自己的情绪 多想一想 这个事情一定会过去的 生气的时候 多问问自己 你有没有时间再去气这些事情 你有没有多少的生命 再去浪费在那些生气的事情上 所以真正学佛的人 要懂得是非天天有 不听自然无 所以是非天天有 不听还是有 那么是非天天有 你每一天都是在找理由 台长讲 心中无是非 你自然 心中无是 自然无非 当一个人 拥有了你一点财富 并不是你拥有的 那是借给你的 暂时你帮别人在人间 保管这个财富 因为当你离开的时候 这些财富又归于别人了 所以不要去贪图人间的多少 我们不要自以为拥有财富了 实际上我们人很容易被财富所拥有 因为当你被这些财富所左右的时候 你就像那些借房贷的人一样 每一天被困在房贷之中 你不打工不还钱 那你的利息加上你的本金 就像一座山一样 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所以我们做人 不管我们是否有名有利 是否我们有没有财富 或者我们很穷 永远不要因为一件小小的争执 而远离了你的佛友 和你的亲朋好友 因为这些小小的怨恨 在你心中会忘记别人 曾经对你有过的恩情 所以不学佛 你就是个人 学了佛 你就是个圣人 能够开悟了 你就是个菩萨 如果能够正等正觉了 而且错误了 那你就是个佛 所以学博的人 永远不要去犯 人类最大的错误 就是不敢承担 圣人的心 和拥有菩萨的慈悲心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学会包容那些意见 跟你不一样的人 你的日子反而会好过 不会过多的去后悔 多听听别人的 你自己就会改变 你就会减少你在生活当中的痛苦 你要学会容忍 你才能改变别人 因为很多人执着于改变别人 每一天想去纠正别人 而会造成给自己更多明天的后悔 师父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从当中可以听得出很多的人生的哲理 从前在一座茂密的深山当中 有一只叫居骑的老乌鸦 它生了几只可爱的小乌鸦 在一棵大树上 它非常喜爱它的小乌鸦 这个老乌鸦居骑呢 常在深山丛林当中的玩乐 日子久了 它居然和树林上的一只猕猴啊 猴子啊 做起朋友来了 它们友情非常的深厚 尤其在附近树林当中的毒蛇呢 它每一天窥探的老乌鸦 生的那几只可爱的小乌鸦 长相那棵树上 凝想着老乌鸦和猕猴 因为看着 如果哪一天 等老乌鸦和猴子不在的时候 它就有机会去把那些小乌鸦吞食掉 把它吃掉 有一天 老乌鸦出去寻觅食物 猕猴呢 也上山采摘果实 毒蛇 觉察 良好的机会到来 立刻爬进了乌鸦的窝里 把几只小乌鸦快速地吞食 吃掉了 它就游走了 老乌鸦辛辛苦苦地找回了食物回来了 一进草 只看见几根小羽毛和一些血迹 于是老乌鸦 突然意识到 它的小乌鸦被毒蛇给吞吃掉 它心痛异常 你看看这些动物它也会悲悯 它哭了 非常的难受 老乌鸦 它要为自己的孩子报仇 自己又不是蛇的对手 因此它更加的悲痛 这时候 猕猴采果回来了 见状大惊 就问这个老乌鸦 你为何这么伤心 老乌鸦就 逐渐地告一小乌鸦 被毒蛇吞吃的这些事情 这个猕猴听了非常的气愤 怒骂道 恶毒的毒蛇 上尽天良 专门以杀生为业 油闲偷懒 不务正业 看到比他弱的 他就张牙舞爪 吞食弱者 可悲的 弱肉强食啊 猴子非常有正义感 猕猴 同情安慰了老乌鸦以后 毅然地对老乌鸦说道 毒蛇太可恨了 我当为你报仇 说吧 跳跃而去 猕猴走了不多远 就在树上 看见毒蛇在地上 悠闲地蠕动着 他心中想到 可恶的毒蛇 你竟残忍地 吞食了我朋友的孩子 我今天 非和你拼个 你死我活 绝不罢休 于是 猕猴以 敏捷的身体 跳到了毒蛇面前 扰乱了他的前进 毒蛇 见状大怒 奋身来缠搏猕猴 敏捷的猕猴 一个剑步 跳跃过去 并在一跃上前 用力把蛇头抓住 拖到一块粗质的石头上 奋力地去摩擦 毒蛇 终于头破血流 一命呜呼 猕猴 把死蛇 指到山坑当中 然后 欣然离去 老乌鸦间 大仇以报 心中 大感安慰 这个故事 当时 佛陀知道这件事情 时候说到 佛陀当年在的时候说到 正义的弥猴 它是菩萨的化身 为去除毒蛇 不让它残害其他的弱小生命 而牺牲自己 宁可造杀业堕落 为了保护众生的生命 这个故事 大家要仔细听 非常有意义 我们每个人活在世界上 修行的人可以说 学小秤戒律 我们是绝对不杀 但是大秤佛法的精神是什么 不是只把不化 宁可自己 堕地狱 但愿众生 得离苦 所以伟大的菩萨的精神 那才是真正的救度众生的精神 从这个故事当中 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有无数条毒蛇 天天在伤害我们的心 伤害我们的肺和我们的胃 伤害我们的智商 伤害我们的能量 我们怎么样 要用心中的正能量 像猕猴一样 一个一个地把自己心中的恶魔 给清除掉 我们要清除自己心中的魔障 我们不但要管好自己的心 更要把伤害自己内心的魔 要赶走 要把它打掉 所以帮助别人 救度别人 不怕自己淡一夜 那就是菩萨的大乘佛法的精髓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先好好地自修 把自己修好了 但是一定要学会救度众生 这样你才能学会 离苦得乐 今天就给大家 这个白化佛法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